台中捷运在今天上午发生了砍人事件 而嫌犯确认是20岁的红姓男子 就读高雄某医专的护理科 家住高雄 原本在医院实习 却一度不明原因暂停实习 昨天特地北上入住台中旅馆 没想到今天却身带三把力刀 在车内是乱砍人 导致三人受伤送医 实际找到他的脸书 发现他经常在分享自拍照 感觉是乐观极其 到底为何会犯案 动机为何 警方正调查厘清中 稍后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都会持续的为您掌握